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是看尼老師 記上一集我跟同學們說 我把我自己的小火焰帶來我們當地非常知名的杜卡迪經銷商 也就是Sell Sound Motorcycles這間經銷商做保養 那麼在保養的期間總經理就直接說 欸Tom你這樣很無聊 你要不要直接看你要騎哪一台摩托車 直接拿出去試騎對不對 那我就說廢話當然好啊 所以我就想說 我們直接來騎一下 我之前不是有跟同學們說我非常有興趣 也就是寶馬的1000RR這一台摩托車嗎 而且我有興趣的是2020年款的1000RR 這一台車子真的其實非常非常的帥氣 你看比如說像前面的這個進風口 好帥氣喔 非常非常的霸氣的這種感覺對不對 再加上呢 其實呢過去很多人很不喜歡1000RR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它的左右不協調的這個燈 我個人覺得其實1000RR不協調的那個頭燈還蠻帥的 但是有的人就看不習慣 那如果你不喜歡那個款式的1000RR呢 我相信2020年款的1000RR你一定會喜歡 為什麼因為兩個頭燈呢是協調的好不好 那2020年款的1000RR一直以來是我一直很想試的一台摩托車 我現在呢等不及呢直接把它騎上路 不過我們先講一下這台車搭載著1000cc的引擎 那官方所稱呢這台呢原廠可以產生出205匹馬力 非常非常的凶狠的一台摩托車 所以呢今天也非常開心呢可以真正的來體驗一下 我們的1000RR這台摩托車好不好 好啦現在我們就直接上路 等一下呢再繼續的跟你們講一下 這一台車子呢里到外有哪一些非常酷的功能 我們就現在上路 Let's go 好啦同學們現在已經把安全帽戴上去 再次跟同學們講一下好興奮喔 我跟你說其實我覺得我自己有時候還蠻幸運的 怎麼說呢就是平常就是很忙對不對 但是在忙碌的一天當中呢還可以就是偶爾出來試騎一下 我自己非常有興趣的摩托車 所以呢 欸感謝上天給我這個機會好不好 好啦我們現在就直接出發來去了解一下 順便一提喔不要笑我慫好不好 請不要笑我很土豪 因為呢很多人常常跟我說 欸BMW的摩托車呢其中一個特色就是在他的這個手把 他的手把呢有這個有沒有那個叫什麼 中文怎麼講就是什麼 發熱手把是不是發熱手把 我不知道那中文的名稱怎麼講 但是呢英文叫做Heated Grips OK所以呢今天也想要嘗試一下這到底有沒有用 剛好我們現在西雅圖這麼冷的天氣可以嘗試一下 好啦我們現在就直接上路 好興奮喔Let's goLet's go Alright同學我們現在就直接給他發動喔 哇哈哈哈 Oh yes baby 一發動的時候呢可以很明顯的就聽到他這個聲浪 有如我們的這種日系車款對不對 好那我們坐上一台新的摩托車的時候呢 最好是先調一下我們的後照鏡 後照鏡調好的時候呢 一切就備我們就可以直接出發了 好順便也要看一下我們的這個有沒有 撐車架有沒有已經起來了 好那原則上我們就直接出發來Let's go 好的 好痛血痛血 哎唷喂啊哇靠 騎著這一台1000RRR 我覺得他的整體運作會讓你想要衝快 我沒有在跟你開玩笑 會讓你想要衝快的那種慾望 剛剛我們這邊有一台直線 我們來衝看看 好來衝一下 準備好嗎 1 2 3 GO 賓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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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順喔 我跟你講我們這個保馬1000RRR真的是非常的順暢 有如我們這個日系車款騎起來非常的順暢 所以像我們杜卡提就是很torkey 所謂的torkey就是說扭力很大 有沒有 震動的非常的厲害 那我們的1000RR基本上就是非常的順暢 不管是排檔或者是低轉速 全部都是非常非常的順暢 那目前呢 那麼這一台1000RR它其實有四種騎乘模式 好像我看一下有什麼 有RODE 就是我現在的這個模式 Dynamic 然後再來就是Race Race模式喔 我們直接用Race的 還在那邊跟他客氣對不對 然後我們直接吹下去看一下 Race有沒有整個反饋比較好 Oh my gosh Friends 哇塞 太爽了太爽了 那我們的BMW1000RR其實它有搭配著快速排檔 快速排檔 也就是呢 Quick Shifter 那上下的喔 上下都有好不好 上下都有喔 我們來騎一下喔 哇塞 秉優喔 阿尼好威亞 機中摩托車 這樣子的動力 誰可以handle好不好 誰有辦法handle啦 哇靠 因為它那個什麼 就是加速的時候非常的安靜啊 我完全不知道它多快 對不對 那我覺得這種摩托車呢 跟我過去的Ducati來講 對不對 有點小小的差別 就是說我們Ducati其實聲浪還蠻大的喔 那當我們在加速的時候 或者是在高轉速的時候 你可以聽到它的這種聲浪喔 那我們的BMW呢 它非常的安靜 對不對 那聽不到聲音呢 就以為好像速度不快 那其實呢 隨便吹一下就一百了 好我們再來吹一下喔 來 Oh man 那剛剛我們的那個有沒有經銷商 叫我去嘗試一下 就是Heated Grip 就是說這個保暖手把 暖氣手把 不知道那個中文到底要怎麼講喔 那如果呢 同學們有擁有這個B&W的摩托車呢 請再糾正我一下 跟我說那Heated Grip中文到底要怎麼說好不好 好我們現在呢 來騎去一下這個高速公路 來真正的了解一下 這台摩托車到底騎起來 是怎麼一個狀況 我現在是用賽車模式啦 剛剛我們車上說 這台車子還非常的新呢 盡量不要用賽車模式 但是他又給我就是抛個媚眼啦 意思就是說 你要用我沒辦法打你啦 沒關係啦 你如果要用就給你用 你送就好了 但是就是叫我那個 打斜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因為這是新的輪胎 所以呢 就叫我說打斜的時候不要打太快這樣子 不過說真的 這個手把真的溫暖了起來耶 好酷喔 不要笑我吐好不好 同學們 不要笑我吐 因為我之前一直對於這種Heated Grip 就是說這種軟... 就是這種電軟手把 是不是 這個Heated Grip呢 我是不信他的 因為我覺得說 其實騎摩托車的時候 應該是你的手... 那個拳頭前面那邊對不對 才是比較需要保軟 但是呢 這邊保軟好像沒有什麼用 不過摸起來還蠻愉快的 好啦我們現在要上高速公路來測一下 再來 他說那個輪胎喔 輪胎很新 所以不要打太斜喔 好我們來騎一下喔 好降檔 二檔 Let's go 喔 哇塞 欸 欸欸欸欸 欸 同學同學 我沒有在跟你開玩笑的喔 我剛剛發現他這台摩托車啊 近6000轉的時候 突然有一股爆發力 我剛剛有點嚇到欸 他那個爆發力 讓我想到我之前的Panagalli 2 好像進6000轉的時候 他突然哇...就上去 好恐怖喔 我們再試一下 是不是這樣的狀況 來來 來降檔 兩檔 喔喔 腰身 哇塞 哇哩哇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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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那個拉力有點誇張欸 這個Quickshifter真的很順 真的非常非常的順喔 真的不輸我們Ducati啦 那個應該是比Ducati還要順一點 哎唷 來,我們再騎一下喔 哇賽,朋友 我們再講一次喔,這台車子基本上呢 是999cc 然後官方所稱喔 可以產生出 205匹馬力 205匹馬力喔 那說真的,205匹馬力已經很誇張了好不好 而且說真的,我以前騎過1000RR的時候啊 我就一直對這台車子整體的操作感 非常非常的喜歡 好不好,非常非常的喜歡 但是說真的,它就是有點類似我們日系的車子 日系的摩托車 就是感覺非常的順暢 聲音也比較小聲這樣子 其實呢,講到日系摩托車 我以前是喔 就是follow這個日系摩托車長大的好不好 所以呢,我一直對那個日系摩托車的聲浪呢 都是非常的著迷的 也非常非常的喜歡日系的摩托車 那就是因為這樣子 我才覺得這台摩托車 就讓我回想到那種 以前我追求這個重車的夢想對不對 所以我就覺得 哇,1000RR就讓我有那種感覺齁 好,我們來降檔 來拍,來 好,我們現在降檔再來吹一下 Oh my gosh people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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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那邊高速公路啊 有點塞齁 那我們來騎個鄉間小路啊 來看這台車的表現如何,好不好 好,我們吹一下 oh man oh man 我跟你講,如果有人說 BMW的1000RR是 賽道殺手,我絕對相信 他絕對有那個實力 這台車真的不是在開玩笑 我沒跟你講清楚,這台車有夠怕的齁 好啦,那我現在也很好奇 就是說這台車的整體舒適度 對不對 我們來試一下 因為現在呢 我高速公路的對面 他是塞車的 所以我想要就是在這種比較慢的 走走停停的狀態下 的交通下 看騎的這台車會不會不舒服 好不好,我們現在就來轉一下 轉過去另外一邊 來試一下到底會不會不舒服 因為講到仿賽車 對不對,仿賽車最大的一個困擾 就是說 在這種走走停停的狀態下 都會比較不舒服一點 比如說像我之前的Panegalli R 我的Panegalli 11199 就是這樣子的狀態 來,我們吹一下 來,我們吹一下 朋友啊 救命 這台車真的有夠怕的捏 很殺捏 Oh my gosh 這台車真的殺到爆啊 但是我覺得車子太安靜 是他的問題 現在我騎的這台車子太安靜 是他的問題 廠商說這台車子 輪胎還算很新齁 那我幫他抹一下對不對 太爽了 哇 現在這個 哇 你看這個車流量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那我們現在呢 就真正的來試一下 他的這一種有沒有 走走停停的狀態呢 到底是怎麼樣齁 不過說真的啦齁 我現在很明顯的一個感覺就是說 像我們Ducati啊 在類似這樣子的速度 走走停停對不對 都會讓你覺得 怎麼講 很Twerky 扭力 就是會這樣 走走走走 前前走走的這樣子這樣跑 有沒有 就是震得非常的大力齁 那當然那也是一個Ducati的特色 引擎特色 那再加上呢 我們Ducati玩家呢 就是喜歡那種感覺對不對 我們Ducati說真的 不喜歡 就是慢慢的行駛齁 所以呢 他在慢慢的速度下 低轉速下 就是說整台車子很慢的行駛的狀態下 我們Ducati是很不舒服的 但是呢 像我們的1000RR 他就是很像我們所有的日系車 對不對 低轉速的時候也非常的低沈 非常的穩 好不好 所以呢 這個就是我現在呢 最大的一個感受 我們的1000RR呢 在這種走走停停的狀態下 很舒服 好不好 非常非常的舒服 那舒適度呢 也就是我現在在追求 我下一台仿賽車的最主要的一個因素 好 那我們就繼續騎一下好不好 喔 好爽喔 同學 欸 順便一提喔 我們呢 這個1000RR的螢幕啊 那個前面的儀表 大到有點誇張耶 真的大到非常非常的誇張喔 那個大到已經是 快到一台iPad mini的好不好 呵呵 我講的是有點誇張啊 但是 真的很大齁 真的是大到有點誇張喔 好 我們現在呢 就是完完全全的 在這種交通非常繁忙 然後呢 走走停停的狀態好不好 走走停停的狀態 那還好呢 現在這個地方呢 離我們的經銷商不會太遠喔 要不然喔 天白真的會咻笑 呵呵呵 哇賽 好 那 順便一提喔 那剛剛我講到就是它的儀表 對不對 它儀表真的大到像一台iPad mini 我不是在跟你開玩笑的喔 而且呢 儀表裡面呢 真的有很多的GC喔 什麼GC 就是說它的這個顯示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酷炫喔 我不知道我現在鏡頭有沒有辦法拍在儀表 但是等一下我們車子停下來的時候 我再呢 拍這個儀表 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Oh my gosh 同學們 好 那目前我這樣騎起來齁 除了我非常喜歡它這個有沒有 發熱手把齁 這個Headed Grip以外呢 它的這種有沒有 低沉 非常順暢的低轉速 的這種體驗 真的是在我們Ducati 是沒有辦法體驗到的 就算是我自己的小火焰對不對 它的引擎CD數也比較小一點 但是呢 它在低轉速還是一樣 很爛的 很正氣的 就是它只想跑快 它不會讓你想跑慢喔 所以那也是我們Ducati的一個特色喔 這個BMW 先倒不好說真的 非常類似我們一般的這種日系車款 整體的感覺喔 好 那現在呢 講到 在這一種走走停停的狀態下 的乘坐舒適感 如果老實說的話齁 我只是騎差不多快20分鐘啊 我的睪丸已經有點痛了 睪丸已經有點痛了齁 那說真的啦齁 仿賽車要讓你多舒服呢 是有點難啦齁 因為仿賽車它就是想要讓你衝快 要讓你拿去賽道跑對不對 所以它的整個幾何學 就是為了要讓你在賽道當中呢 更加的呈現它的這種整台車子的性能 譬如說它的整體的設計 跟這種Aerodynamic 完全的都跟我們一般的街車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也就是說呢 它整體的車子會比較趴 那比較趴的原因呢 那就是因為我們在衝快的時候 對不對 可以把頭低下來 然後呢 透過前面的這個風罩 讓我們的風阻降低 好 那現在呢 我的大腿也開始有點痠了齁 大腿也開始有點痠了齁 嗯 我還是騎我們的Ducati的仿賽車比較習慣 就是說那一種整體的這種感覺對不對 我覺得我們Ducati的仿賽車 我騎來騎是比較下味 可能習慣了啦齁 習慣了齁 不過我們1000WR真的是好車子啦 那我也覺得這台車子 基本上如果要拿去賽道啊 不管是在彎道 還是說直線加速 這台車都真的有它該有的水準 非常非常的厲害 好不好 好了 我們現在呢 回去經銷商之前 我們再催一下齁 同學我剛剛跟你說齁 我剛剛在高速公路 就是快速排檔的時候啊 欸它每一檔都會 超好聽的 好,我們現在來騎一下 看有沒有辦法錄到那個聲音 我相信應該是沒辦法 但是我們來試一下 來來來 好,二檔齁 呵呵呵 Oh my gosh 好,這樣擋 好,我們現在來當個屁孩好不好 等一下大聲吹一下齁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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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告送了 告送了 偶爾還是要當個屁孩齁 好啦,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它這個有沒有 車子裡面的電子系統 有什麼東西 我個人覺得這個儀表 非常非常的酷 我們直接呢 把摩托車的這個 有沒有,connection打開 來看一下齁 看那個動畫喔 哇賽,好帥喔 有沒有,這就是一個1000RR的車型 然後旁邊就直接寫著RR 對不對 唉唷 我的小火焰剛好回來了 呵呵 我們現在儀表上面 其實有呈現出非常多的資訊喔 比如說它的這個里程數 這台車子才53mine而已 非常的低喔 然後我剛剛呢 又把它調回了 就是road的騎乘模式 那road這個騎乘模式 是第二階喔 它有rain,road,dynamic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racing mode 好不好 那我覺得它的dynamic 應該就像我們Ducati的sports mode 好不好 那我覺得新的1000RR一個非常酷的地方 就是它的這個選項鈕 好不好 選項鈕呢 就直接做一個很像這個輪盤的感覺 非常非常酷 那在功能的選項 我們就直接可以透過這個小小的轉盤齁 去選定齁 就是很像滑鼠一樣齁 不過我們現在直接按著menu好不好 就是說我們看一下它的內容有什麼 好,往下按的時候呢 就會出現你看這麼多的顯示齁 那我們就可以靠著這個手盤呢 直接右轉 右按呢 它就會往右齁 然後呢 左按呢 它就會往左齁 非常非常酷齁 你看我們現在在sports的這個顯示表上面 對不對 我們只要往下按的話 按下去 哇 它就直接變成了這種有沒有 賽車模式 非常非常酷齁 那我不知道再按下去有什麼東西齁 再按下去就沒有了齁 那我們往左按一下看會有什麼東西 哇賽 它還有就是說不同的顯示表耶 好酷喔 而且它這個顯示表有非常多不一樣的設計耶 我覺得這真的是非常非常酷齁 那就是依這個有沒有我們騎士啊 自己的喜好有沒有 就看你需要什麼樣的資訊 它這個都可以細條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貼心的設計 非常非常的酷齁 好,我們往上看一下還有什麼東西齁 好,我們除此之外呢 你看my vehicle對不對 就是說呢 這台車子的整體資訊 有什麼東西我們來看一下往下按 按下去以後 哇賽這個地方有如我們的Ducati 好像也有類似這樣子的介面對不對齁 介面上面呢 可以看到就是說 車子現在目前的車溫 胎壓 還有就是說電池啊 的伏特量齁齁 跟它現在目前有的這個油量 非常非常酷 所以呢 這也是我覺得 1000RR一個非常獨特的一個設計 很酷很酷耶 好,我們現在呢 往回看一下好不好 往回看一下 欸,它真的很多資訊耶 可以看的齁 那說真的啦 我也不知道我們一般的騎士 真的有需要這麼多的資訊嗎 但是呢 我跟你講,像我買東西 我都喜歡買那種功能多到爆 就是多到我永遠都用不到 但是沒關係 我爽對不對 我就是爽齁 好啦,我們現在往回看還有什麼東西齁 我們的騎乘模式 還有Navigation 哇,這台車子還可以連這個衛星導航耶 非常非常酷 現在很多摩托車其實都有類似這樣子的功能 那這邊也可以顯示說你的音樂 這個MP3的playlist 電話的資訊啊 或者是其他細部的setting齁 好啦,說真的 今天我比較想要體驗的就是說 這台摩托車騎起來的整體感覺到底是怎麼樣 那剛剛呢 相信在路上呢 已經跟同學們分享很多 就是我騎乘它的這個整體的感覺 對不對 1000RR絕對是一台很好的車子 而且再加上呢 它的這個引擎順暢度呢 就有如我過去非常喜歡 而且一直追求的這種日系摩托車 非常非常的穩 然後在低轉速 還就是說在停停走走的狀態下呢 都不會像我們的Ducati非常的torkey 也就是說我們Ducati 比較不適合在這種低轉速 或者是走走停停的狀態下騎 因為真的比較不舒服齁 但是說真的 像我騎Ducati的仿賽車已經騎習慣了 所以我也不覺得怎麼樣對不對 另外一點我必須要講 就是說我們1000RR新款的也非常貼心 你看它這邊直接就給你這種鑽好的洞 對不對 要給你直接裝那個防護桿有沒有 所以呢我覺得這也是呢 BMW1000RR一個非常細心的地方 我說真的我們Ducati好像沒有做這個東西齁 我們Ducati如果好像要裝類似這種防撞桿 對不對 好像要在鑽洞喔 我記得好像那個殼要鑽洞齁 但是呢我們的1000RR就有想到這樣子的細節 所以我個人覺得呢這一點呢絕對是贏我們Ducati Panagati系列的摩托車喔 好啦同學們今天真的是非常的開心呢 可以透過我們的South Sound B&W呢 騎到一台我一直很想嘗試的B&W的車款 那今天呢終於騎到了 感覺還不錯 感覺還不錯 那至於呢會不會讓我心動到買它呢 同學們你們走著瞧吧好不好 好啦這次看你老師 我們下次見 掰掰